每个细胞它的功能不一样 它的长相也不一样 它的长度也不一样 有的很短 有的很长 那请问您猜一下 人体最长的细胞是在哪里 人体最长的细胞在哪里 它的长度可能超过一公尺 有这种细胞 这么可怕 不是这么可怕 这么长的一个细胞吗 长度这么长 在哪里 在我们的神经这个地方 在神经这个地方 坐骨神经 答案是坐骨神经 所以坐骨神经 大家都很了解它的一个不舒服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不舒服 就是它从影响的一个范围 从我们的大腿背后的地方 臀部那个地方 大腿小腿的后面 到我们脚底的地方 所以那个长度是非常长的 所以刚刚讲 它长度可能大于一公尺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它的一个坐骨神经的痛 有不舒服的情形 绝对不是它自己莫名其妙在那边痛 都是受到这个旁边 我们的一个脊椎 这个附近的 因为它要出来的这个附近 都是有相关的 这个我们的一个脊椎的一个结构 那这些结构的一个退化 老化或者是椎间盘的一个突出等等 所以会去压迫到这个神经 上面这个地方受压迫的时候 它这个整条神经所支配的范围 它就可能会哀嚎 于是就会产生出刚刚讲的脚麻 脚痛 背痛等等的一个症状会出来 所以坐骨神经痛是一个症状 背后要去寻找 它到底是脊椎的问题 是骨头的问题呢 还是椎间盘的问题呢 还是其他的 甚至于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特殊的一个状况 要去做一些考量 所以它是症状 并不是诊断的一个情形 当然谁比较会有 像背痛或者椎间盘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这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 辛苦工作的 常常要做这种弯腰 然后搬重物的 这个肯定 因为它的负荷比较大 脊椎的负荷大 脊椎产生出退化变形 压迫神经的机会 当然会提高 所以农民大概就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非常重要 非常辛苦的这个族群 也更加需要大家用心的去照顾